明明没什么雨搭配的却是自动雨刷不断疯狂摆动 让特斯拉车主超傻眼更影响到行车视线 开会原厂公司也只回复那就改成手动 吴小姐把经验po上网也有其他车主反应 这问题三年前就发生现在依旧无法修正 特斯拉达人解开疑惑 达人透露特斯拉的自动雨刷系统仰赖视觉雷达 因此镜头只要有异物挡住就会被侦测刷掉 跟其他品牌采用雨水收集器侦测到下雨感应启动不同 不许特斯拉有自动雨刷其他厂牌也有最像功能 只要侦测到雨水或者是有水洒落就会自动启动 无论镜头车或国产车配备都越来越科技化 因此其他车主也可能遇到绵绵细雨雨刷却狂刷的状况 汽车达人分析自动感应多少会出包 但并不是坏掉只是设定的期待值不一样 如果真要换感应器原厂价格约莫要8000到1万多块 外面也有一些副厂这种零件通常跟你行驶的 直接安全性稍微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比较多人会选择用副厂 那副厂价格可能会是在原厂的大概7折左右 工程自动雨刷异常刷货不刷都很困扰 达人建议第一时间还是改回手动控制 避免影响开车视线 TVBS也会真理力投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